尽管瑞士政府和瑞银集团出手拯救瑞士信贷 但还是无法安抚投资者和银行顾客的恐慌情绪 瑞信公布最新财报 今年第一季度流失了610亿瑞郎资产 或大约3044亿令吉 瑞士信贷说尽管外流比之前有所缓解 但情况还没逆转 瑞士信贷也出现大量现金被提取和 不再续约定存的挤兑问题 第一季客户存款就下跌了670亿瑞郎 或大约3341亿令吉 那另外截至今年3月尾 瑞信财富管理部门的资产管理规模 也下跌5025亿瑞郎 尽管同比去年的7070亿瑞郎缓和了许多 但是外流的情况依然十分严重 今年2月瑞信宣布2022年 净亏损达73亿瑞郎 连续第二年蒙受亏损 瑞士当局是在3月推出救援方案 瑞银集团掏出30亿瑞郎 买下瑞信股票 可是会承担瑞信最高50亿瑞郎亏损 瑞士政府也提供2000亿瑞郎的财政担保 也在学习的财政策上 最高50亿瑞郎的财政策上